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 听众朋友欢迎你在休息过后 继续回到今天的 多元族群分享爱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 这一集的主题呢 是有关于 新住民的职讯课程 关于保姆托育人员 这个培训资讯的这一块 那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来宾 让我们再次欢迎 苗栗县保育人员 职业工会的理事长 杨彦之 欢迎杨理事长 大家好 好杨理事长 上个阶段跟我们讲到 就是有关于 在报名保育人员这一块 他们来参加 这个职讯课程的一些 学员的概况啊 还有大概的年龄之后 我们再来带大家了解 关于托育人员 这个课程的一些相关资讯 那刚刚理事长也有说 主要分为学科啊 数科 接下来我们就来带 听众朋友详细的了解一下 大概分为哪一些的内容呢 那因为呢 我们知道孩子呢 要成长 必须要多方面的刺激啊 那在学理方面呢 比如说育儿的相关知识 还有保姆出去做的 一些相关法规 还有孩子长大 今年长大的一些 营养的需求 这些都是涵盖在我们学理方面 然后呢 数科方面呢 就是在托儿的时候呢 你会运用到的 比如说呢 我们以保姆证照来说 它就有四大区 安全医护区 里面就有CPR啦 伤口梗塞的处理 关于医疗救护这一块 对安全医护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调制区 调制区就是 baby冲牛奶啊 然后呢 副食品 那副食品呢 它有从 比较小的阶段 从零岁开始 对零岁喂牛奶嘛 再大一点点 我们喝果汁 吃蛋黄泥 再大一点点 我们吃丁 就是比较固体的食物了 这些呢 也会教授 那要 孩子的需求是在哪边 然后呢 孩子的清洁的部分啊 洗澡啦 截牙啦 用牙齿 用牙刷牙 用牙线 去截牙 这个就属于在 那个清洁区里面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游戏区 游戏区对于比较大 其实小朋友 小小朋友 其实他就有一些活动了 对啊 游戏活动力 要怎么样去 安补他们 去带他们 好比说 我就有开一个 那个劳动部的 补助课程啊 那他就是 baby的那个 瑜伽 跟按摩 这些我们以往的 可能既定印象 不会觉得说 他好像是保育人员 一定要学的 但是现在感觉 他也是一个重点 就是等于就是增加 他的专业度 我常常跟我的学员讲说 以前我 我的孩子就是造书养 因为我说我以前不是 相关科系嘛 那我的孩子呢 因为我们以前的 冲泡牛奶的方式 不一样嘛 像雪克杯这样摇摇摇 其实那个里面 都真的很多泡泡 所以以前我都搞不清楚 我孩子一天到晚 就是脏气 事出必有因 所以原来是因为 这样子而脏气的 现在我们老师都会教 你要怎样去冲泡牛奶 其实是用滚动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方式 就是 时代在慢慢的进步 那我们的知识呢 也会慢慢的增强 那所以如果说 你来上这个课 你就了解到说 原来我是这样子 所以造成我孩子是脏气 那脏气呢 是一定要给医生看吗 其实我们把那个气呢 让它舒缓出来 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病嘛 就因为肚子里面 很多气在里面 我们让用那个按摩的手法 让气出来 它就舒服了 这就是属于在 数科课程里面的 这个没有 这个是我另外的课程 对 那另外 我刚刚讲的 还有一区就是游戏区 那针对比较大的孩子的 那大一点的孩子 他要练习 我们要自己去上厕所 不要包尿布了 对不对 然后上完厕所 要去洗手啊 怎么样跟他互动 说故事 对 听起来这每一个区块的部分 都有他一些专业知识啊 还有一些训练的部分 要来加强的地方 那我们就带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学员的分布的部分 在苗栗县内这样开设的课程 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在地的乡亲来报名参加 其实也包含了蛮多的新住民朋友 那他们当初是怎么去接触到这些课程 还是说有学员刚好以前就在这边上课 拉进来一起上 都有 比如说亲朋好友 因为我们新住民也会有我们台湾的朋友 对啊对啊 亲戚啊 那我们也有那个妈妈的那个婆婆 跟新住民的媳妇一起过来的 像我们这一次 可是很可惜那位新住民就是 他可能在听的部分 比较没有那么厉害 对所以理事长就讲到一个重点了 他们其实来上课的话 这些新住民朋友要有一定的听 然后还有认字能力 因为你们上课会写黑板啊 会有一些讲义啊什么的 所以他们其实应该也都要看得懂 然后也要听得懂你们上课的一些表达的内容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如果说你是将来要成为正式合格的保姆 那其实在我们一些工作的日志上面呢 他也会规定这个是必须要的 你是说新住民朋友他们要写这个工作日志 只要是保姆 只要是保姆 OKOK 不只是新住民朋友 对对对 所以他可能就是除了说跟听之外 那个读跟写可能也要有一点点的基础 也是必备的能力啦 对 所以能够来上完完整课程的新住民朋友 他们基本上听说读写能力应该要具备 比较基础的部分 对 那来上课的新住民朋友 大部分来自哪一些国家呢 当然比较大 大宗 比较多的大概就是我们大陆地区 对对的同胞 因为他们说跟听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他们剪血体要看我们繁体字也比较快 学起来比较上手 对对对 所以他们因为通常来报名我们听声音大概就知道不是我们在地的人 会大概了解一下他是哪边的人 那如果说大陆那边的同胞我们就比较不会说特别的去询问他说 你看得懂还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大概可以猜得七八分 那如果说是其他我们其他东南亚的一些新住民这些 我可能就会大概再询问一下 因为我们要领到县市政府的结设证书 他还是需要有一些成绩的作证 是是是 对 所以可能会跟他要一些基本的文件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来的时候要写报名表 那基本资料他 我们会大概看他写的嘛 然后可能一些阅读 我们简单的可能一两个给他看一下 一两题给他看一下 如果说不是太离谱的 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很欢迎他们 对 那我们学院里面真的有很多 他们也是透过这个关系啊 那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是说听写都还有具备相当的能力 能力 所以他们也很努力的顺利都有考到保姆证照 然后成为正式合格导姆 其实也蛮多的哦 好那到底有哪些优秀学员呢 我们下一段回来再请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哦 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